好,我们来讨论 看这个作业题 好,第一题 谜子圈 第一题 下列的现象中 可以用光的直线传播 解释的是 哪一个是光是直线传播的呢 你给我的答案是C 基本上你看到影子的形成 什么时候是影 影子为什么会形成 因为光是直线传播 被不透明的物体挡住了之后 后面就会形成影子 那其他的 像水中的导影 这个是反射的一个现象 雨后的这个彩虹 是因为色散的一个情形 海市蜃楼呢 它是属于折射跟全反射加起来 海市蜃楼 其实就是说在一些 温差比较严重的地方 你就会 我又不晓得是什么 总之它的地面的温度 跟上一层的温度呢 差别比较大的时候呢 空气的那个密度不一样 造成了你的光 因为这个介质不均匀的时候呢 那个光会转弯 到最后在最上面的位置呢 又折射下回来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 他们会看到 海的上面 怎么好像有一座城市在那边 这个就是属于海市蜃楼了 OK 很少看到的 比较少看到的一个情况 第二题 沈玉宝 为了提高呢 即时的精准度 我们的体育运动员 他在即时 规定的即时员呢 在看到发令枪冒烟过后呢 就要开始即时了 而不是听到枪声过后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预报 因为烟雾很容易看清 因为光速比声速来得快 还是声音不容易听到 还是光传播不需要时间 预报 蓝丝 ABC 人不在吗 好像是不在 可能掉线了吧 Kelvin 是的 光速比声速快 所以如果你看到了烟 你就马上按 因为光传 如果你讲过光传播不需要时间 还是要的啦 只是说它快到很 那个时间很短很短 比起声速来讲 声速340 340mm per second 慢很多的 OK 所以答案应该是B 跟闪雷一样的道理 我们会先看到闪雷 过后才会听到那个声音 OK 第三题 预报 我看到你进回来了 光在不同的介质中 的传播速度大小 排列正确的是 B 空气最快 到水 到玻璃 是的 它跟声音不一样 声音就到转 声音反而是那个玻璃 固体的话呢 是最快 液体排第二 然后呢 在空气排最慢 但是呢 光的话呢 它是在空气的 空气那一边呢 它的这个速度是最快的 进到水 是光密介质 然后呢 水跟玻璃比的话 水就变成光松介质 玻璃就变光密 所以在玻璃那边 是速度最慢的 OK 很好 第四题 高阵三 下列关于镜面反射 和慢反射的说法 正确的是 镜面反射只发生在 平面镜表面 镜面反射和慢反射中 光线呢 都是可逆的 镜面反射遵循反射定律 慢反射不遵循反射定律 镜面反射 中反射线慢无规律 慢反射中反射光线呢 具有一定的规律 A 只发现在平面镜 不是很对哦 答案应该是B啊 主要为什么呢 只发生在平面镜吗 我可以发生在很光滑的那种金属面 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对不对 所以他应该错在这个词 这个字 OK 然后第二的话呢 光光线是可逆 如果我可以找到非常细的一条光线的话 即使在慢反射的一个平面的情形 我也是可以做到光路 光线是可逆的 再来C的话呢 慢反射不遵循反射定律 这个是错误的讲法 我之前有讲了 慢反射也遵循那个反射定律的 只是说它的平面凹凸不平 造成了它的这个光 反射过后好像不知道往哪一个方向的感觉 第一的话呢 慢反射具有一定规律 这个好像是倒转的情形吧 这个是两个倒转的 OK 所以答案呢 应该是B了 在这边 第五题 修正节 关于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下列描述正确的是 平面镜所成的像呢 为上下阵力 左右倒立 平面镜所成的像为虚像 不可以用相机拍摄 当人靠近平面镜的时候 然后所成的像呢 就会越来越大 平面镜所成的像呢 到平面镜的距离 与物体到平面镜的距离 是不相等的 答案是东击 我们要选正确的哦 你这是东击啊 东击不正确 不相等哦 我们要选正确 sorry 我们要选正确哦 不相等 ok 这一题啊 正确应该是A吧 平面镜所成的像呢 上下来讲 它是正确的 左右来讲 它是倒立 什么意思左右倒立 就是说我举左手 它镜子里面 好像会举右手 ok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 左右倒立的情形 呃 呃 其余的错在哪里呢 平面镜所成的像是 虚像这个堆 但是 它是可以 用相机拍摄的 这个很多女生都会在 呃 每次都在镜子前面呢 拍照啦 拍自己啦 是吧 对 没有理由说 虚像拍不到 拍不到 呃 用相机没办法拍到 哦 这个讲法 就是错的 然后呢 很多人会全息 很多人以为说 哎 我越来看镜镜子 那个像的确看起来越来越大 这个呢 是看起来越来越大 但是呢 你走靠近镜子 你有没有变大 没有 镜子里面的像 有没有变大 也没有 因为镜子的像呢 跟你是一样大的 ok 所以请不要把 看起来的东西 当做就是 ok 真正 真实的 ok 所以这里其实病流 越来越大 它是一样大小 ok 所以第五题呢 答案是病 第六题 第六题 风加月 风加月 呃 又图是一个时针 然后呢 它实际的时间是多少 实际的时间 加月 你可以反射过来 就是大概是可以 应该这个像应该在这一边 这个应该只去这一边 对吧 大致上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真实的那个时间 加月 加月 第六题 答案是 东西 你知道看到这个长针去到了这个位置 就40分嘛 然后呢 40分的选项只有一个嘛 然后呢 它还没有到地 12点 40分 所以是正确的 啊 中低 第七题 陈静权 如图表示 呃 如图 能表示 能正确表示 小丑 在平面镜中成的像 是哪一个呢 你要注意的是 这个平面镜 虽然 它 它画的时候 这样子写啊 它真实呢 是真的是要它写的 它不是说这个 呃 这个这个镜啊 它没有随便画啊 它真的是要打写的一个情况 会形成怎样的一个像 陈静权 Donkey yes 所以呃 很多人以为说 哦 我是左右倒立 应该是B的这个情形 没有 这个平面镜呢 打写了 所以它会在稍微的 下一点的位置 你要从这个轻面呢 平面镜呢 能折了过去的时候呢 它会overlap的 啊 所以这个 是啊 用这样子的方式 啊 来判断 第八题 李玉婷 能够使光线发散的面镜 是哪一个面镜 要发散的 C 啊 那 凹面镜是汇聚 突面镜是发散 OK 很好 第九题 第九题 终于轩 光学显微镜的反光镜 采用的是什么镜 反光镜 显微镜哦 它在最底下呢 有一个反光镜 主要是说你的光线 呃 你要反光 然后呢 因为光学显微镜呢 它是要光从下面偷过去 你才可以看得清楚的 OK 然后呢 你观察的东西呢 一般上呢 都会是半透明的 所以它要反射之后 要够亮 你就要汇聚那个光线 所以它应该是用凹面镜 所以虽然平面镜 感觉上好像也是可以 不过呢 它效果会比较差 它们是用凹面镜的 更加不会是突面镜的 C是冲的 第十题 灵性选 光从空气斜射入水的时候 入射角跟折射角关系会是如何 所以空气这一边是入射角 水这边是光密介质 对吧 这个是光输去光密 入射角比较大 还是折射角比较大呢 肯定是不相等的啦 对啊 所以光密介质角都密 所以折射角会比较小 OK 很好 当然是 第一了 第几 尼克森 瑞森 放大镜 的镜片 是属于什么镜片呢 我拿来读报纸 那个放大镜 你应该是不需要的 一般上老人家 用放大镜 来看报纸的 如果报纸 那个字是 的确是很小 用的是什么 应该是透镜吧 对吧 我这个这两个不用看了 然后呢 你要放大的 是凹透镜 还是凸透镜 凹透镜会缩小 它不是 你要记得是凸面镜缩小 在透镜的时候呢 它就会对调 凸的缩小 凹的凹透镜呢 也是缩小的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效果 这两个一样效果 这一题应该是凸透镜 你们应该很少用到 那个放大镜 放大镜你去摸它 它中间比较厚 旁边比较薄的 这种呢 是凸透镜 OK 跟哪一些一样呢 像那个 相机的镜 相机的前镜头 一般上 也是凸透镜 可能你会摸不到了 因为它前面有一个平面镜的 平的那个镜板 好 第十二题 Nel Rex 阳光透过三棱镜 照射在白色的墙壁上 它会有彩色的光带 这种现象呢 我们称为 白色 经过三棱镜 变成彩色 我们叫做色扇 叫色扇 很好 第十三题 Noel 四网膜上成的像 是什么像呢 正立 实相肯定不是正立的 对吧 导立的实相 还是正立的虚像 导立的虚像肯定不对 所以要码就B 要码就C 它的应该是实相来的 对吧 很好 当然是B 第十四题 王小瑶 当我们观察 镜物的时候 我的结状体 要收缩还是放松 我的经状体 要变厚还是变薄 王小瑶 第一 看镜物的时候 要用力 所以它是收缩的 然后呢 要镜的东西呢 它的折射率呢 要变大 所以呢 就要变厚了 OK 所以呢 这个答案呢 应该是第一个 变厚是对的 你选D 变厚是对的 但是放松是错的 要注意了 第十五题 凯乐 需要佩戴透镜的 眼镜的是什么人呢 是近视的患者吗 还是远视的 还是老花的 还是闪光眼的 黄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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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佩戴透镜的 眼镜的人 到底是谁 凯乐 在吗 好像不在 有啊 有 黄凯乐 需要佩戴透镜眼镜的 是谁 黄凯乐 是的 远视眼 我刚才一直讲远视眼 远视眼 没有讲到老花眼 其实老花眼镜是什么样呢 因为它老化了之后呢 这个 金状体的弹性呢 就变弱了 所以它很难的变 变回去 把变回去后 是说它一拉 拉扁了之后呢 它又没有办法变后 所以它也是看不到镜的 所以老花眼跟远视眼 其实 是 有点相似 但是它其实是 很多时候老花眼镜呢 它同时有近视 同时有远视 因为它整个金状体 是失去了弹性 但是它也是需要佩戴 不透轻的 年轻的 OK OK